你起来吧 大军若不放了凌军 陛下便常跪不起 所有的贵族都有家族 屈家也有屈家军 可是屈原他不该瞒着不古 在权限私建军队 何况 今日在朝堂上 他要当众斥责不古 和所有大臣 你觉得不古 能放得了他吗 大军 凌军的秉性 你应该清楚 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更吞不下委屈和误解 况且这些年 他为了变法 但凡要动摇利益的 他从来都是先从屈家开始 屈家的地分出去了 原本该属而继承的爵位 也让他免了 这样一个人 又怎会窃国弑君 他不是这种人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清楚吗 不古原以为很了解他 以为他就像诗中写的那样 品行高级 可是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大军 何出此言 你先起来吧 他和莫愁之间的事 你莫非一点都不知道 大军 凌军和莫愁妹妹 确实有过一段情 但他们之间 一直是发乎情 止于礼 从未有过其他 发乎情 不顾看得出来 但是不是止于礼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当初不顾为你和屈原赐婚 但却没想到 竟然让你我 落到今天尴尬的境地 你求不顾放了屈原 但是你知不知道 要是论死罪 他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大军 他们并非有意隐瞒 只是因为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你竟还来替他们说话 曲原一直都在说什么 私媚人 不顾一直在想 何为媚人 曲心而易窒息 任由而攘垢 扶清白 以死止息 故前盛之所厚 托好天安 不顾天天在念这两句诗 以此来自免 可是这写诗的人 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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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今天这是怎么了 竟然跟你说了这些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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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不顾累了 大军 咱俩